之前經常聽說酒店的熱水戶很骯髒 人家可能用來煮絲襪或煮臉 總之衛生程度是非常不可觀 大家好,我是Mira 有一個非常開心的淘寶開箱時間 我發覺上網買東西太方便 其實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做空而令自己買完又買 但這次淘寶這幾件東西 我覺得是我最近非常需要的 所以我覺得自己也不算是亂買東西的人 其實本身我應該和大家一起開箱 連紙箱在鏡頭面前解開 才會有神秘感 但因為箱實在太大了 然後我家實在沒有位置放 所以我的紙箱箱已經拆了出來 所以這次其實是一個已經開箱了的開箱片 首先第一件就是相機袋 賣了灰色、粉紅色 因為本身我沒有用相機袋 我是用這些薄切切 是買相機時送的一塊布 我一直都用了那麼久 但是隨著我相機的設備 越來越多 我發覺真的需要一個厚一點 比較有保護性的袋 你會看到它是站起來的 即是它的質地是有一點硬 然後它也是偏厚的 摸到它是軟軟軟很舒服 有厚度 相機放進去的話就不怕撞 而且它下面因為這裡是皮 還是膠 總之是防水的物質 所以如果可能出街 然後放在地上 也不怕會弄髒的袋 第二件呢 就是銀包 我覺得這個銀包超美 它是有不同的顏色 而且在淘寶賣東西 是很大機會重複的 所以賣這個呢 我覺得非常滿意 首先它質地不錯 你會覺得它是手工精細的 然後它裡面是這樣的 我已經在用了 在香港用的銀包是一個 公仔的散字包 應該都用了年多兩年 我每次回到香港都說 玩玩玩玩玩 但一直都找不到我喜歡的銀包 這次終於找到了 然後還可以放在森子 賣錢包的這間店 它還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也有手袋 那我下次可能會看看 其他不同的袋子 然後呢 就是這個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 它是一個 散熱器 其實是 它就是這樣 電腦就擺到 它可以插USB 啟動電源 然後這六個位 其實是風扇 它的風扇就會開始啟動 就幫你的電腦散熱 因為我早前買了新的一部 15吋的MacBook Pro 那我才發現 原來它的散熱功能 是沒有我之前用的那部那麼好的 剪剪片 它也很容易熱 是熱到來 不能放在大腿 或者放在床上 所以我就買一個散熱器 畢竟剪片的時候 是需要長時間用電腦 所以 有一個散熱器 應該效果會好很多 好 然後呢 就是 一個背囊 平時出國搭飛機的時候 我的電腦一定會更新的 其實我很久以前 我都在某條片裡說過 換了一個灰色的背囊 但是那個灰色背囊 其實就是專用放相機和電腦 所以它的質地是非常硬 非常挺身的 雖然它的保護性是非常高 但是有時候 可能穿一些比較女性的衣服的時候 背著那個袋就會有點不太陰 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找了超久 就讓我找到這個袋 那這個袋 沒有那麼硬 但它也不會非常軟 它現在這樣做 都是要用一點點力氣的 這個背囊就沒有相機位 但它這個後面也有一個位 是專門放電腦的 和前面這個位 是可以這樣隔開的 那沒有相機位怎麼辦呢 我剛才不是買了這個相機帶嗎 這樣放開 就搞定了 不是因為它是黑色 這個無論是它的實用性 和它的外表 都是非常之高分的 我給它 那說到出國呢 這件事 真的不可缺少 不要以為它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熱水壺 它是可以 這樣壓的熱水壺 用的時候把它這樣打開 不然之方便 我經常出國嘛 我去的地方 不一定會提供熱水壺 所以我覺得這個發明實在是 超級偉大 之前經常聽說 酒店裡面的熱水壺 是很髒的 人家可能用來煲絲襪 或者是 煲面 總之衛生程度是非常之不可觀 所以 我覺得有一個私人的熱水壺 是非常之重要的 好 接著呢 買了一個 這個是跳舞機的那塊煎 這個跳舞煎是我兒時的回憶 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 然後我家裡也有一塊 那時候回來我家裡 我就會不斷日跳夜跳 這個跳舞煎是因為我滾滾一下 淘寶的時候 突然它彈了出來 然後我發現好像很久沒玩了 然後就買了一個 它是有單人和商人的 這個是單人 所以它是 這樣 正方形的 這個我要拿回紅毛眼 這條片其實是跟天貓超市合作的 所以天貓超市送了幾個食物給我品神 分別就是這個葵花籽 豆皮 還有這個小麵筋 你看到嗎? 寫著川鄉麻辣味 我超喜歡吃麻辣的 這樣一塊小小塊的 嘩 泡辣 嘩 我比較想像中辣 我以為它很鹹的 它是不鹹 嘩 它這個麻辣 跟懶人火鍋是不可以 而且它這個其實不是麻 它是辣 它是會有一點抹喉的 那個辣 不過很好吃 不過如果這個 這樣當零食吃的話 我自己覺得有少少油 所以如果放在湯 麵裡吃的話 會非常之一路 然後試這個小麵筋 小麵筋就是這樣一條仔 嗯 它很彈 跟剛才那個豆皮比 這個味道是濃味和甜很多的 而且因為我非常喜歡吃那些Q彈的東西 它這個麵筋真的很有彈性 它這個是完全可以當零食吃 停不下去 但這個對我來說 就是只有很少的麻 很少的辣 喜歡重口味的人 這個絕對會敷老了你的位 好 接著就要開這個瓜子了 其實我也很久沒吃過瓜子了 平時只是農曆生田的時候才吃的 其實我發覺我好像是沒有吃過葵花子 因為它的樣子對我來說非常陌生 它是這麼小粒的 它裡面的瓜子肉是甜甜的 它的口也挺容易摸 因為平時我吃瓜子的時候 我只會吃黑瓜子 不吃紅瓜子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紅瓜子很難摸 但它這個是非常容易摸 你知道用你的門牙 它就分開了 因為中毒性 不覺不覺 我真的可以吃光整個包 這包東西應該會很快吃光 新年版年複的時候要再買一包 這個是天貓超市給香港用家的獨家優惠 24號至28號在天貓買東西的話 買滿300元可以減40元 買滿600元可以減30元 而天貓超市部分單件是包油 還有寄送的速度是超級快 我之前試過今天下單的話 明天就送到來 我一直以為韓國買東西已經夠快 原來淘寶更快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限定版的新年禮盒 快要新年了 無論是自己辦年貨也好 你買給朋友也好 都可以看看他們的禮盒 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裡了 剛剛開箱的東西 不知道你們最喜歡和最想買的是哪個呢 我最喜歡的是那個帳戶 它應該會長存在我的行李行李箱裡面 如果你們喜歡我這個分享的話 幫我按一按讚支持我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就不怕忘了我最新的影片 按這裡追蹤我IG和Instagram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的動向 我們在下一條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